蜂蜜香境内唯一布农族聚落的高山部落 近年来返乡青年推动文化生活体验 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 不过也因为没有明显路牌指示 游客必须花费一番功夫才可以抵达 县政府为此特别和部落讨论 共同设置了入口预项 并且在8月10号举行盛大的启用典礼 线条柔和且造型典雅的布农族女子文士上衣 以及身居仪式性以及文化意涵的钻木取火 来代表着极少数住在海边的布农部落 上头分别刻着高山部落四个大致的十颗座椅 新设置其用的入口意向 让高山部落终于也有了明确的路牌 我们希望在上海剧场即将动工之前 能够有彰显我们封冰箱 及其多元部落文化这样的一个呈现 高山部落不仅是封冰箱境内 唯一的布农族聚落 也是全台唯一靠海生活的布农族 近年来返商青年以高山森林基地 推动文化生活共学体验 融合高山森林与海洋文化的部落特色 令国内外游客趋之若鹜 入口意向的图像设计也贴近高山部落的历史文化 高山部落它独特的历史让它从里面能够移到马路上说故事 所以当初我们是这个出发点 所以后来我们就大家想 因为东海岸很多大地艺术 艺术兵的呈现已经很多元了 那我们怎么样切入它的公共议题上 还有部落文化上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这种出发点 部落青年马中原说 入口意向的图像 严检意该地传达高山部落 迁移史及山海文化 冯冰箱长江丽婷 感谢县政府元秘处的支持协助 让冯冰箱又多了一个公路地景艺术景观 高山部落的布农族人 在日治时代末期集团移住到万荣江马远春后 其中一只以渡部四族九个家族逐猎场而居 最终在高山部落落地生耕 这称是靠海边生活的布农族人 也为台11线海岸线 增添了高山森林的气息 也值得大家一探这布农族森林文化风景 记得是玉兰风兵采访报导